A股小跌出现,可能大家又慌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 2022年第四季度大底部已经降临 2934点坚不可摧,与2863点存在相同能力的支撑效果 震荡反弹才是良好市场 而且这段视频会告诉你哪里是回踩支撑区,哪里是反弹压力区 秉着对股市的多空优缺分析 咱们一一揭破当前A股不为人知的一面 乃至近期A股怎么走,闯关3100点能够成功吗 各类投资者又该怎么办,耐心看而来的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2年10月19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三股市复盘的走势惊奖内容 首先在分析近期A股走势之前 咱们依然看一下昨天欧美市场走向 其实昨天欧美市场可能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呀 是一个很太平的时刻 但是一定要注意呀 这也代表说目前全球市场在经历美联手加息事件落地之后啊 现在已经去一个稳定现象了 那么今天A股的一种小跌 甚至说震荡盘就属于自己的常态化了 一定要切记啊 我刚才分析的是什么呀 是全球市场并没有干扰A股市场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那么A股市场又是为什么形成这种小跌震荡局呢 咱马上分析一下啊 在分析之前听到一句啊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长按点在按钮三小钟给钱的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期更新 早中晚平天欲盼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咱们继续马上说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在周一那天啊 也就是前天 大家都认为啊 肯定会每天都在涨的时候 我已经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了 在那个时候超短派是可以逢高减仓的 保留防止踏空的仓位之内呢 那个位置基本上属于一个什么呀 一个阶段性的高位了 而且直接告诉大家啊 在哪个位置呀 在20日生命线和3100点到3080点区域 而咱们再看现在A股市场啊 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都能看出啊 是不是就是因为3100点到3080点区域 形成的一种小跌震荡盘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非常理性且直观的压力区回踩盘 但是呢 要切记啊 这个理性回踩盘 大家是不要怕的 也不要急 为什么呀 因为它这种回踩模式 第一 不会特别大 第二 只是一个理性闯关的过程 而我呢 也直接告诉大家了 如果说周一那天是逢高减仓的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算 就是一个逢低加仓的时刻了 为什么那么说呢 咱们继续分享啊 大家一定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都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晚上说啊 首先要切记啊 这是上证盘口 我在上周就直接在周一 告诉大家一句话啊 那一周绝对是出现一个 历史性的第四季度大底部 那么出现了吗 非常明显啊 出现了 就在3934点 对不对 也是因为上周出现这个底部之后啊 形成一个再次拉升 那么这个预期是正确的 然后呢 在拉升之时呢 到了这个位置 也就是周五和周一的位置啊 我已经提大家了 超短派要小心了 因为有一个小阶段性的回踩会出现 这个回踩呢 不妨碍中长线的拉升 只不过会有一个对超短线 出现一些小分化呀 这种格局出现 而且呢 我也提醒大家了 这个位置 你要看是你是哪个派系 如果是中长线 或者说前方亏损级大的 那么这种分化 甚至说回踩盘都不用担心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这次2934点和曾经2863点见底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一定要注意啊 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部跌破3000点之后 只用了两三天个交易日就再次拉上来了 而且呢 第二个空间的时候呀 都是经历了经济稳着的再凶起 而且都是因为美联储加息事件的角动导致的一种回踩盘 那么这种盘口所出现之后啊 他们还有第三个攻击点什么呀 都是在见底之后形成了连续几天的直线拉升 自己看啊 这是五连阳拉升 而这里呢 自己看 是不是四连阳拉升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在拉升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它在什么位置形成了一个小压力啊 自己看 是不是这个位置 咱们把图形直接放大 直接往前延伸的话 就能看出啊 是不是正好处于这个位置呀 自己看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而且你能非常明发现啊 在3100点闯关之时 前方这个区域是用了几天的 用了将近三四天 三五天的程度才突破的 那么现在又到了这个位置了 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又是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 但是你要看到啊 前方即便往下回踩了 它也没有跌破三千点 只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碰到三千一附近 所形成的震荡盘口而已 这个震荡盘口确实会出现小阴小阳 会出现制动盘口 但是它没有改变 最终结局还是上移的过程 对不对 而且切记啊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还不一样 咱们这次这个位置更好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你们知道本周咱们在做了一个大事 我不说是什么事啊 因为啊这个设计太多 但是你们要明白 下周就有利好扎兜出现了 那么这种模式 A股市场想跌都难了 所以对于本周这个中旬乃至说下旬 如果真实说存在一个回踩盘的话 其实就是在复制哪里啊 就是在复制这个区域了 对不对 是在318点闯关之时的一个小区域 这个区域再次提醒啊 它仅仅属于什么呀 属于震荡盘口 而且是闯关321 需要等待放链的过程 自己想想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千万切记啊 现在是一个复制盘 所以2934点 我当时就直接告知 就是202年的第四季度到底部 那么曾经2863点呢 我也提前告知啊 这属于2022年最强底部 从现在来看啊 起码说2863点没有跌破吧 所以这个概念还是正确的 那么现在呢 一定要切记啊 咱们把图形放大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 截至目前为止啊 A股市场这个位置所形成的 和前方基本一致 第一 MCD啊 刚刚第三根金叉 是不是 这种模式也预示说 下方后方还是存在继续上拉的 而且即便往下跌的话 现在正碰触于5日均线 当然说这个小均线啊 可以无视 但是起码说 连5日均线都没有跌破 你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即便再往下走的话 我在前几天告诉大家三千一百点 是一个压力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告知了 下方还有一根啊 10均线在哪里啊 在3050到3030点区域 所以如果说真的敢于跌到3050到3030 反倒是可以低息的 甚至有可能是这波反弹行情的最后上车机会 一定要切记啊 这次不会跌破2934点 虽然说啊 前几天你们认为 呦 八道股平是不是看空了 但是我已经直接告诉大家了 我只是担心那个三千一百点附近 是什么呀 是一个小压力区 这个压力区 我也只是因为前方 我每天给大家看多 感觉啊 应该给大家一些充斥一些小风险 小机遇的双同对待 所以告诉大家 那个位置啊 可能会有一个小回踩 但是这个小回踩 不代表着说我是看空的 我只是想在这个位置 给予大家一个波段效应 如果说超短派当前适合怎么做 一定要切记啊 还是买阴卖阳 高抛低息 快进快出 这是超短派该去做的 而这个过程之中 一定要切记啊 要保留自己防止踏空仓位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没有大的风险 如果没有大的风险的话 即便买阴卖阳和高抛低息 甚至快进快出 你起码得保留中长线 敢于潜伏的这些防踏空仓位 懂吗 而且我再说一个逻辑性啊 你们想一想啊 前方从3400点 跌到2934点 有多少人那么难都过来了 现在就是因为3100点 这个闯关区需要时间 有什么担心的 包括我这次已经提前全部告诉大家了啊 3100有压力 然后回彩的时候 如果真实达到3050下方的话是越跌越买的 所以从目前来说啊 市场真实能出现的什么呀 就是一个震荡维稳盘 等待成交量放大的过程 而这个成交量放大是写上字的可以的 这个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咱们正处于一个商量事件 然后下周肯定很多利好出现的时候 这个事我就不说是什么了啊 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一定要切价啊 对于你们来说要注意的一点什么呀 我再次提醒是3150点到3170点 只要没有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们都是可以在底部形成买音卖羊啊 快进快出啊 甚至说防止踏空啊 这种模式的操作 真正达到3150点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一句话是什么呀 是在那个位置你们要集体减仓一部分 但是起码说现在没有到呢 对不对 所以在下方这个位置 咱们还是非常安全的可以去做高波低息 买音卖羊 甚至说任何一切操作 切记啊 现在A股市场和前方是不同于往日的 而且是冰点地量建设价所形成的目前的一个挣扎期 而现在呢 其实放眼国内一些利空来说啊 我已经看了 除非有一个汇率问题 其他的一点都没有 而汇率问题呢 确实会影响一些外资 但是有一点在哪呀 在于现在外资 它的流出盘已经改变不了A股市场的一个震荡向上的主升浪格局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要想一想 首先一定要注意啊 这波拉升 这波拉升其实外资是没有参与的 代表什么呀 代表是咱们内部主力在护盘 而且再次提醒啊 咱们A股市政策师 如果政策向好的话 出台一些利好扶持的话 是能够向上推移的 而本月就在这几天 你们想一想啊 自己琢磨琢磨 是不是又会很多政策利好出台的 所以总体来说啊 A股市场又到了政策向上的一个底部向上阶段了 而咱们需要的什么呀 是抛开这些在震荡反弹之中出现的这些小阴小阳 这种模式并不害怕 更多的是什么呀 是考验人性的时刻 是考验你们情绪的时刻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位置啊 能多份期待和忍耐 八道国评再提醒啊 我不会像原来一样 每天都会看多 但是我所看到的压力区 是31500到3107 而且我这天已经多次告知了 为什么31500到3107 那是一个小压力啊 因为那个位置属于前方 多头保护了A股市场很久 但是最终结局跌破的过程 那么跌破之后 那个位置就成了一个套牢盘了 在闯关套牢盘的时刻 有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震荡 但是这里不会存在 而且再提醒啊 不会跌破3000点 不会跌破2934点 就这么简单啊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有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这追着看啊 好了 去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